大家好 我是小商家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小商家的工作 小商家其實本身是一個農夫 那平常就在做一些農夫該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做農業這一塊 是什麼樣子的概念 大部分應該都跟我以前一樣 以前的農夫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沒有錯 我第一年剛從事農業的時候 剛種田的時候 那時候確實很辛苦 我曾經背著一個肥料的桶子 想到一定的土壤裡面就也到了 其實那個時候小商家要種田 打肥料是個夢魘 那當然後來有無人機的協助 就幫助很多 今天就要來介紹 無人機用撒肥系統2.0 目前搭配在T16上面 這個當時其實是T20出現的時候 上市的時候去做設計的一個產品 當然我覺得當時我們台灣這邊有做 對大疆的一個工程師做一點點的建議 對於薩波系統的建議 後來他們就做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到底用起來怎麼樣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這台就是T16的紫寶機 那我們已經換上了它的薩波系統 薩波系統就是這一顆 它下方會有一個轉盤 那這個轉盤它在高速運轉的時候 它可以設定轉速 開口大小 跟它飛行的速度去做配比 所以雖然不是太好配比 但是如果你經驗足夠的話 你一包要下多少分地是有辦法去規劃的 然後啊這個是我們今天要撒的肥料 台肥1號黑旺特1號40公斤的 它一次可以載20公斤 所以這個一包肥就是要撒2次 我們先倒肥料 那肥料就是這一包40公斤的台肥特黑旺1號 我們大概倒了半包左右 薩波桶滿的 一般我是不會把開口關起來 因為這樣子比較不會土色 好 然後我們將肥料倒滿了 大家可以看這個黑旺特1號的肥料 人會把這個開口割開 然後用兩個人 然後一個專門倒肥料到那個燙 飛機回來的時候 就裝滿20公斤的就直接倒下去 這樣速度非常的快 聽說一個效果可以撒100包左右 哇這事物質是滿驚人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來撒囉 好到了田中之後啊 我們一樣設定AB點 到了田中之後 我們一樣設定AB點 設定確定好之後 往前開噴灑 然後 然後到了這裡之後啊 記得要關掉噴灑 然後B點 然後改變航向 確定 確定 然後它就開始作業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無人機目前實際噴灑 它灑的範圍其實是比人工還均勻的喔 肥料灑完之後它就會停在那個位置 等我叫它回來 好看 灑了一桶回來 大概是20公斤左右 那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會種田輕鬆很多 飛完回來之後啊 記得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叫 魚料 魚料剩餘 你要先把它解除掉 這樣它才會變成自動 無料解除成功 無料解除 我們啊 很快的就把這一包一號肥料 黑旺一號的灑完了 我來分享一下總結 我這一年多其實使用這個灑波系統啊 的一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塊上面 不用下田 讓我的工作非常的有幫助 但是這個設計上面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來介紹給大家看 首先啊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飛機上面的一個整個粉塵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在灑肥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肥料它是會侵蝕一些 像這樣子的一個 鐵啊 銅片啊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裡面會有銅片這個 那 所以這個用久了之後 就容易會有一個 損失 損害 像類似這個好了 這裡面 是有銅線的 而且是外露的 所以如果 肥料侵蝕到裡面去銅線 壞掉了 這一顆就好幾千了 再來一個缺點就是 我每次要從那個 水劑 換成這種利劑的時候啊 都需要把這一條線 再重新接上 那這個殼就有五顆螺絲 然後裡面有四顆螺絲 這樣子 工作的方式非常的麻煩 要拆來拆去啊 沒有一個快接 外面接一個快接頭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不OK的 再來大家有看到這些 倒出來的肥料 剛撒完裡面會有一些殘留 而且這個殘留還蠻多的 那如果它在這種培鈴上面啊 這種培鈴上面 就人意生鏽 壞掉 所以這個 故障率其實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高 而且維修費用也蠻貴的 這是一個設計上的不良 它沒有做防鏽的一個東西 那 總體來講的話 用起來我覺得好用 但 缺點就是它的故障率太高 小毛病一堆 好了 今天小當家的 用無人機 灑肥料的系統 就分享到這裡 其實我平常也會分享一些無人機 那 我的頻道主要方向是 美食獵人系列 就是 從產地到 餐桌 我會煮料理來吃 我們常常會去做一些海鮮 就是說 我們的一些農產品 把它做成一道料理 然後吃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啊 記得要點讚 訂閱 然後 在下方留言 下次想看到哪些部分 如果你對無人機有興趣 也可以主動跟我聯繫 我會把我知道的一些資訊 無私的Pass給大家 記得 訂閱我喔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囉 掰掰